就没人替他说句话呀 他得罪了王爷 又伤了八大人 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他 一块耗子使他坏了一锅汤 你们何时动身呢 明日一大早啊 我这就是跟您辞行来了 赵医师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从大牢放回会馆了 容他收拾收拾东西呀 那我就不能给兄弟你践行了 刚才妞子来说 说姑奶奶那边有点事 我回去照一照 好说好说 忙您的去 那我回头给你接风 得得得 您的 照您的呀 知道您明儿回元吉 特地来给您送行 一杯水酒 聊表寸心 今儿咱们哥俩就 你好好地醉他一回 我知道您嫌我俗 不 不愿意搭理我 可好歹咱们俩也是一榜童年呢 您这一走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 您就给我个面子 喝上一杯 不会遮了您的身份 我这儿先干为敬了 您这锦绣文章待会儿再做成不成啊 您俩 您 您 您这写的是遗者呀 您 您打算去死呀 您弟 咱可不能有轻生的念头啊 长言道刘的青山灾 你给我闭嘴 是 闭嘴 闭嘴 年弟 您 您听我说 闭嘴 对 对 闭嘴 行尸走兽 行尸走兽 你给我出去 别这样 别想 别想 等我把这几杯酒喝完了再走 成不成啊 我不想糟的东西啊 年底您也来喝两杯 你喝完了再接着血 你说 你算什么东西啊 风尘俗利啊 您得下次叛语 忘了 你怎么就不知道害臊啊 我有什么可害臊的呀 我一不投二不抢 我没坑过谁 没害过谁 本本分分做人 我凭良心当差 一天三顿我吃的香 晚上我能睡安生觉 不就不就是 不就是您看着我俗点吗 俗就俗吧 您也比我高明不了多少 文死贱 五死带 百无一用是书生 林北一死报君王 这不也是个俗套的吗 不就是个邹城人吗 动不过人家就拿死说事 您这除了俗 还外带的没出息 怎么了 不说话了 您的能耐都哪儿治了 您拨我呀 拨不倒了 那您就得听我的 许您您舍不安 就许我斩闪腾挪 咱俩就好比那棋盘上的俩棋子 您是鞠 直来直去 我是那马永远斜着行 鞠马一条心 还怕将不死个邹城人 你真是这么想的 你敢不敢给我打赌 怎么个赌方 别一道早 您踏踏实实地上了会员集 在家听信 不出一个月 我要是参不倒邹城人 您那仪者是我的 好 我就给你赌这一回 拿酒来 杯子敬赵老阳 照铁面走啊 大话我也说了 可我一个芝麻绿豆Quang 我管得了吗 我是狗咬刺猬 没法下嘴啊 虽说我手里有那 行贿的账本 可账本不是收条 到了堂上 人家红口白牙 两头不认账 那我可是白染一水 顶多在天歌照铁面 爹呀 您就给我显显灵 儿子该管不该管 您不让我管 让我洁身自豪 让我事不关己 别找不自在 爹呀 您也改脾气了 当初您可不是这么教我的 您要是不管那档子冤爱 睁一个眼闭一个眼 他们也不会把您连将五级 发配到黑龙江冲军哪 您临走的时候还跟我说 心里踏实 绝不后悔 眼前这事啊 眼睁着就颠倒了黑白 香得臭了 臭得香了 您就忍心让我不闻不闻 您就忍心让我不闻不闻 牛仔 你把被子抱走了 我干什么 想该背啊 回家 喝酒 喝酒 什么都别说咱就喝酒 这个地方不错 来来来来 各位 我这啊 背了几个灯迷 都仔细瞧好了 猜中了 有奖 什么奖啊 什么奖啊 小夕花 等等 还有贵客没到的 哎哟 你还不算贵客呀 我算老几啊 是 你呀 是倒台大人哪 倒台在外头 还能够威风拔面 进到京里就算不了什么了 不到京城啊 不知了什么叫郭儿晓啊 小夕花 各位爷 陪我们喝一个 小夕花 您可得陪我喝一杯哦 成 一会儿我陪您喝个够 好啊 我等你哦 吃 牡丹虎 好 敬爷一个啤杯 怎么了 牡丹虎 来 等着 快点回来啊 怎么了 出来 怎么了 我这可不是班子 你瞧瞧你那模样 我告诉你 你在海棠班那十八班五一 你可别在这儿死了 我招谁了 我怎么了 你都坐人怀里去了 你还想怎么着呀 你说她呀 要不是您这儿规矩大 我还想跟她同床共争呢 那你今儿就走 您别忘出碾我 金花姐姐别生气 她不是外人 就是我那个她 你说要娶你的就是她 早一天晚一天 我就是她的人了 不做她怀了 做谁怀了呀 那也得等你明媚证据 做上了花轿再说 姑姑臭口了 你走不走 我当然走啊 做梦就想着回家 娘子 今儿不成 有事压着手呢 好娘子 我明儿再回去成不成 这又不是改庙会 谁给您讨价还价的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不回您别后悔 好好 来来来 你们在这儿高乐呢 娘子给齐 三老板 对对对 三老板 当家的 快来伺候三老板 谁的东啊 朋友们随便记一记 真没想到 三老板真上奴才的脸哪 许你们在这儿花天酒地 也就得清波冷藏 我就不能来一回 与民同乐吗 与民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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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的令家啊 这儿没领境 算是住家户 说起来啊 还是个官眷的 别有风味 要不这么着 爷还不来呢 人哪 小金花 快来见过爷来 来来来来来 奴家拜见这位爷 这位爷好眼生啊 一回是生 二回是熟 往后 还得请您多照应了 小嘴挺活的呀 我该叫你小金花啊 还是叫你官家儒夫人呢 爷随意 你爱听哪个呀 我原本呢叫小金花 后来跟了官老爷 如今官老爷没了 我就又得单挑过日子 就又变回小金花了 爱听 我爱听 有酒没有啊 快上酒 快上酒 对酒赏民花 丧老板 您海亮啊 好 好 我挺牛子的 挺牛子的 家里原来有个老姑奶奶 这又抽了个小姑奶奶 我全服 老爷 老爷 全缺了 说的什么话呀 没头没脑的 瞧准了 没走眼 瞧准了 没走眼 瞧准了 没走眼 是哪个绊子 不是绊子 是哪个绊子 是那礼部 冠鱼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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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谁谁谁谁 牛子 牛子 跟姑姑给爹搞个家 走 您不回家了 爸 把这杯喝了 就是 喝了喝了 那太我实在喝不下 瞧这笨样 这是啥 来 这军花 跟爷喝个交杯 三老板 您喝高了 你说我喝醉了 我就是醉了 我走不了了 今儿我就住你这儿了 三老板 您是真个销魂哪 那我们得讨杯喜酒喝 喜酒 喜酒 等等 武灯红 姐姐 你招了这帮客人 也没跟他们讲讲 我这儿的规矩吗 您别急 我这儿是住户人家 赢的是高鹏贵友 吃点 喝点 乐喝点 吟诗作画唱个曲 谁也说不出什么 可别的 谁也甭想 他说话就快三惊了 再折腾鸡都叫了 各位扶起这位爷来 送他回府吧 咱们今儿就到这儿了 散了吧 慢着 我看谁敢扶我 丫头 给爷铺床去 这个丧老板可得罪不起呀 武灯红 快劝你你姐姐 都该多少银子我出 请 你别给脸不要脸 今儿就我今儿了 你留我不留 我们残花败柳 还有热笑在身 伺候不起您的金身大驾 您太太在家还等着门呢 快回去吧 来呀 砸 给她一劲不胜 我让一劲不 Però 好 你怎么在家临 走 走 走 这全是谁干的 过瘾 您来得正好 管管这家伙 东西是谁砸的 我 全是你砸的 全算我的 夜闯民宅明火之障的 把他给我锁了 贵男缠 你看清楚了是我 锁的就是你 拿一下 我看见谁敢 大腕 听见了吗 锁的就是你 走 贵男缠 我饶不了你 带走 怎么着 你们也想跟着凑分子是不是 贵老爷 您 您 我这儿 王仿还有的是 贵老爷 我是恩福 您炒珍珠了 恩大人 找护手 找到这儿来了 不不不 我 我走错门了 走错门了 他是来找我的 贵老爷 您给个面子 给个面子吧 他 他 他可不是别人 他是王爷府的老三 齐卑勒 恩大人 您可别让我扮您个血口宽人哪 他真是啊 想呢 齐贝勒乃朝廷的义亲 京城里的贵人 他要是想高乐 他有的是地方去啊 自今城里他可以骑马做教 家里有吃不完的山争海味 穿不尽的绸缎绫罗 闷了可以声色全马 想听戏了可以传似的挥背 想衣红微碎 家里摆着美女如云哪 一个贝勒爷 能上这种下酒流的地方来 恩大人 您还是早早地回认吧 您再落上一个污蔑权贵的罪名 我可就是公事公办了 我说你们还走不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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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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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叔叔 拉个单子 都砸了些什么东西值多少钱 有人赔 明儿交到我衙门里头来 贵老爷 你有事啊 你闯了大祸了 那个人也许真的是齐碑了 我认识他 你认识他 我虽不是冲着他来的 谁让他撞到我手上了呢 那他饶不了你呀 县官不如县管 我先得饶了他再说 走了 你也带人家 这恩大人哪 是我 是我 您是 您是一宿没睡啊 您还是起得早啊 我哪儿合得上眼呢 这祸惹大了 您赶紧把贝勒爷给放了吧 那哪儿又出了个贝勒爷呀 昨晚您抓的就是贝勒爷呀 我把贝勒爷抓了 那可是灭门大祸呀 那贝勒爷 他还不得灭了我的酒族啊 那人 您可得 您可得救我呀 不知者不怪罪 就说您昨晚喝多了 那人 我 我 玄杰可从不喝酒 喝多了 喝多了 那不对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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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不是贝勒爷 他真是吗 那你说 我在哪儿抓的他 小金花哪儿啊 那小金花是何许人也 青楼女子嘛 招啊 按大清律力 在职官员一律不得 青楼侠继 唯者搁职查办 他要真是贝勒爷 那咱不是把他毁了吗 那好好的一个世袭贝勒 眼瞅着就要接王爷了 冲官一怒魏红颜 被费成个熟民呢 也忒不值了 瞒上不瞒下 您不说 我不说 谁知道啊 晚了 昨晚上我就上报了都察院 外带的九门提督 通了天了 你 你是怎么报的 嗯 无赖凶徒入室打抢啊 你就怎么报 不提贝勒 不提贝勒 一字不提 光说是无赖凶徒 我没入信吧 也是按着大清律力 入室打抢 咱们判不说 先得打四十大板 那贝勒爷他能受得了吗 非打不可吗 要是按无赖凶徒 他就逃不过四十大板 要想逃过四十大板 除非他两处关身 两条道 您挑一条 恩大人您回去再撕磨撕磨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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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子告诉您了 您那皮糊有信了 嘿嘿 您看是他不是啊 嘿嘿 就是他 嘿嘿 您得先说说 他里边有多少两银票 零头不算 整整八百 那这不是您的 就是他我认识 别别 这里边倒是有银票啊 只有四百两 钱数不对不是您的 钱不钱的我不在乎 破财免灾嘛 就算便宜那小偷了 那也不对 人不为力谁肯早起啊 那小偷拿了你八百两银票 那就该一礼并收 他为何要发了善清 拿一半留一半 这也不是您的 您瞧瞧这银票 是不是横昌浩的 您怎么知道 我银子全存在那儿啊 银票甭管了 别的东西在不在 嘿嘿嘿 我光盯银子了没顾别的 嘿嘿 他就齐了 您没细看过啊 他又不是银子呀 这个桂兰山 是个石骨不化的老骨板吧 怎么开口闭口都是大清利率 给我来个两头赌 他石骨不化 他老骨板 你呀 又让他绕里边了 那怎么办哪 贝勒爷还在里头压着呢 这事还真不能瞒着王爷了 岂有此理 真是天大的笑话 小小一个秦城御史 他有多大的虔诚 竟敢扣押起当朝的卑勒呢 这简直是造反嘛 王爷息怒 王爷息怒啊 哎呀 也许 也许压的不是齐卑勒 不是卑勒 怎么就不是卑勒 据南城御史上报 事情发生在一个青楼女子之家 那可是绝非卑勒涉足的地方啊 不会再有什么差池吧 副帅战犯宽心 上上下下左走右右 卑勒全都安排妥当了 那天你没瞧去嘛 就连督察院站堂的衙役 也都人人分了壶酒钱 银子 一花嗨了吧 卑勒秉承副帅的意思 宁赌大和 不赌阴沟 该花的钱打掉门牙吞肚里 不该花的一毛不拔 那么大的开销 你恩道台独自经手 果真就一尘不染吗 卑勒如敢经手私肥 天打五雷轰 这几十万两银子 是河省官员换囊拼凑 总不能没个交代吧 卑职全都记了账了 还记账 王府 卑勒爷 六部 督察院 九门提督 顺天拂隐 门包 连善房太太 老妈子的使费 一笔一笔 卑职记得丝毫不差 账在哪儿呢 卑职随时站在身上 快拿给我看 把门关上 这个东西 有别人看见过吗 法不传逆安 拿华盆来 烧掉它 烧 烧 朝礼你以为就一个赵铁面 如果他落在张铁面黎铁面手上 怕不交干天翻地覆 被侄疏忽 立刻烧掉 你不知道啊 他 我这个犬子 他就是那么不顾身份 哎哟 还真是齐悲勒 他就是太爱玩 玩 这玩出花来了吧 怎么着啊 这南城还是不放人 可他说呀 那绝非贝勒呀 他混蛋 他叫什么 桂兰山 近世出身 在南城啊 已经八年了 齐人还是汉人 一汉一齐 祖上是从龙入关的汉军齐人 这 现在南城就非他不可嘛 找个茶 把他给我罢了 此人哪从无过分 那总得找个阴友吧 要 要 要 我就不信了 普天下的大官小官 只要查 还能查不出毛病呢 他在南城八年 就这八年 一年三百六十天 一天一天地查 一旦也能查出骨头来嘛 那是 那是 贝勒爷 文银二十万两啊 周长远 黄料 雨 万三啊 吏部 上下 斗杂典 吏部 上下 斗杂典 上下 斗杂典 上下 斗杂典 斗杂典 贵老爷 谁啊 请进 贵老爷 你有何贵干哪 您没事吧 平安无事 他呢 谁啊 齐贝勒 老李呢 您 您打算怎么着呀 也没人给您下个台阶 我又不能让他住下半半 该放的时候就放 要不 我帮您累个台阶 您还有台阶 请坐 我倒要 刮目相看了 你别往外出现了 你昨天在我家里见过 那个倒台大人 怎么了 他跟牡丹红是相好 不 我说错了 是他要娶牡丹红了 这茬不对啊 拧着呢 那回恩到台丢了护书 不就是在牡丹红的屋里吗 俩人跟那乌眼鸡似的 恨不能谁活吃了谁 怎么他们俩又弄一块去了 清楼里头 客人跟姑娘还不就是那么回事 可这回我听说 是恩福欠了他大情分 娶他是报恩 多大的情分 究竟是这个恩哪 好像差不多吧 他说话有用 那恩到台跟齐贝勒又有面子 让他们两人搭个桥 你这台不就下来了吗 多谢姑娘还惦记着我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这就找牡丹红去 刀掉 您先别提这当的事 细细地打听打听 看恩到台欠他什么人情 要是水着呱唧的轻描淡写 咱就甭麻烦人家了 少得让别人为难 我打听打听 咋子没有 没有 沿个陈atin 修功 咋 Linux 死案子全没有 哎呀 贵了 你说这东西北城 哪个茶院里没有一个无头案哪 可南城愣是一件都找不着 连个声明控告的什么都没有 全找了 没有 没有 这桂兰山 难道就动不了了 动倒是能动 那不能往下可得往上啊 你是说 让他回督察院 那赵铁面在胡广道不是还空着 好 立即调桂兰山回胡广道报到 胡广道不敢奉命 本道刚刚走了赵铁面 这才风平浪静惊魂未定 如果又来个桂兰山 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卑职之见义 还是让他去江南道啊 人凶此言差矣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哪 江南道恐怕眼塌一灵一大 好了 没个十大体的 难道这桂兰山 就无处可去了 从此言 鬼蓝山不浓窝 齐备了就放不出来 恩师跟王爷可怎么交代啊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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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吃好啊 能吃能睡就是好孩子 可我这没天赋后的酱肘子 酱肘子不在 也没有番鱼姜豆腐 不要 我就要吃饭 丸头能凑合吗 靠这儿摇我手指头 我喊啊 桂兰山 桂兰山 你滚出来 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你再不出来 我上耗素洞灌水我掏你去 慢点吃 别噎着 喝口茶送送 娄娄 你去大声了 谁把这位祖宗挖来了 郭兰山 你快往我出去 我不记头 只要你跟我开了大玩笑 兄弟 你给王爷捎个性 我送你一班子 姑姑 别闹了 这可是衙门啊 谁没见过衙门呢 这也叫衙门 你爷爷我阿玛 形部大堂 那才叫衙门呢 谁没见过衙门呢 这也叫衙门 鬼男抬 你再不出来 我一把火烧了这破庙 我看你向哪儿睡去 谁给我个火 姑姑 你再这么闹 我爹这官他怎么当啊 他还想当官呢 当官的有这么办事的吗 他等着一面八十斤大家 充军发佩去吧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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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跑车干嘛呢 这不吹呀 咱们去 走 这不吹去 不知道老姐姐驾到 本官有失远迎 请老姐姐赎罪 老廖 上场 这姑太太润润嗓子 差也蛮有了 撒成了之后买去 老婆喝 那 那 那给 给拿个火 伺候顾太太 爹 你还真让姑姑放火啊 你姑姑她能放火吗 她会放火吗 她知道是先点柱子 还是先点房梁啊 你姑姑也就是想抽带烟 来来来来 兄弟我吃了 祝福老姐姐抽一锅 你帮跟我换羊头肉 现在就跟我回家 兄弟不敢 兄弟不敢 当初老姐姐是有言在先啊 哪天我回了督察院 哪天才能进家门 兄弟我 兄弟我如今是依然顾我 蹉跎难成 没脸面回家呀 我改主意了 你走不走 可兄弟我这儿有公事啊 你屁公事 去 把我这儿备完 牛子 压着他 姐姐 咱再商量商量 您看这多难看呀 没商量 我那儿还有公事呢 等我把公事办完了 再回家成不成 那儿有夏指挥呢 萨大帅出差了 行了 就你知道 姐姐 我那儿还压着人犯呢 要是人犯跑了 您兄弟我可担不起 这会儿沉重啊 要不是你压着人犯呢 我还不来呢 你少费兔木星子 乖乖走 要不 过来 过来过来 多过来 我可当着老街坊的面 整家法 给你下不来台 我走 我走 走 我走 我走 走 你们贵老爷呢 我走 马老爷 奉都察院八大人令 应接贝勒爷 这不然有贝勒爷呀 牢里关的就是啊 哦 那可不成 没有贵老爷的令 小的不敢放映 贵来山上有我呢 那你还是让贵老爷 自个儿来吧 你怎么死心眼啊 我问你 是八大人大啊 还是你们贵老爷大啊 俺没比过 他们谁更大呀 俺就是没比过 这他们谁管着谁呀 俺没比过 俺就是没比过 反正是贵老爷管着俺 你 这混账 就是贵老爷管着俺嘛 妞子 谁上咱家去过 是 行了 少跟他废话 我就知道是他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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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快到家了 你装什么算呢你 牛子 哎 一定是今儿早那撒凉糕做的孽 爹要是不行了 你告诉衙门 别放过了那个卖凉糕的 哎 哎呦 那你还真疼啊 哎呀 快 牛子快点 快把你爹扶起来呀 不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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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黄土不瞒人 我就这儿了 我去托草堂 起狼中去 哎 别 别 爹 你说不明白呀 非耽误了不可 哎呀 哎呀 我去 我去 牛子快点 给你爹揉揉肚子 哎呀快点 我去 爸 哎呀 托草堂 牛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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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